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Turplus创始人兼CEO Rickson也是一名连续创业者,毕业后,十分热衷旅行的他发现网络上一般的旅游资讯都很零散,为了服务并解决在计划旅行时面对问题的旅行者。 2015年,他在马来西亚创办Turplus平台,旨在打造旅行界的东南亚版滴滴,目前Turplus产品专注于东南亚国家。 Rickson表示这主要是源于团队对东南亚市场更为熟悉,拥有丰富的地方资源,且2018年入境东南亚旅游人次为3亿人次。 做好这个市场已经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,在旅行过程中旅客可能面对许多的问题,包括安全、语言、当地知识不足等的问题。 在Turplus网站或APP上,用户可以寻找到当地的司机导游,并且互相联系以及定制行程。 目前,在Turplus网站,APP上线的产品已有马来西亚7个主要旅游城市马六甲,吉隆坡,云顶高原,兰卡威等。 此前网站,APP只有英文版本,主要通过YouTube,部落格,网红带货等座线上推广,以及和当地酒店合作的线下推广货客。 明年,Turplus聚焦在中国国内市场。 Rixon表示,基于中国用户对于鞋程,去哪儿,马蜂窝等平台的使用习惯已经养成。 Turplus只能选择通过和这些平台合作,并入驻以快速导入流量,目前合作正在逐步开展中。 其次,Turplus APP端推出中文版界面和内容,也会增添微信支付端口,为方便中国用户可以通过APP直接下单。 Rixon表示,传统旅行服务供应商是定制好的行程,比如在在指定的时间去指定的地点。 在Turplus上可以在8小时内任意制定行程,且不一定要提前预定。 目前平台已有2400名司机导游,对于有私下付款行为的司机导游直接取消接单资格。 为保证有人接单,平台会给予奖励补贴。 在司机导游资源上,Turplus已经实现和马来西亚政府机构旅游入境协会合作。 在马来西亚有16000名执照导游,还有一些行业内很资深,但是并没有执照的导游哦。 通过平台课程考核等也可以入驻,总体规模接近6万名。 值得一提的是,Turplus团队还会不定期和当地的司机导游,旅行社探讨以及深度调研。 同时也会让司机导游们了解产品以及学习接单、注册等。 明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,也是中马文化旅游年。 马来西亚政府希望能吸引3000万国际游客到访。 Turplus团队也展开和马来西亚文化局旅游部的合作。 近期,Turplus首先专注在完善马来西亚产品,明年开始增加印尼、新加坡、泰国产品,三年内扩展到东南亚17个国家。 五年内东南亚国家版图将基本确定,2025年进行上市或并购程序。 明年是Turplus进入中国市场第一年,Rickson希望能实现50万人次下载量。 融资层面,Turplus已获得来自中国加速及天使投资的40万美金融资,下一轮开启100万美金种子轮融资,用于加速产品、司机导游、市场的拓展以及快速补贴拓客。